叫熊平老师您好 首先欢迎您接受CGTN新媒体的采访 所以这次作为上映节的短片单元的主席 首先我们聊一聊短片的新浪潮 一直有在思考 如何能够既把短片拍得非常短小精悍 又能够足够地去表达一个社会话题 您觉得这种能力可以作为青年导演 去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敲门砖吗 短片其实是年轻导演 或者是电影学生在唱作的时候 一个非常好的练手的工具 因为短片试验你在很短的时间 把你想拍的东西跟执行面 做一次很清楚的演练 常常你自己觉得 你想拍一个很宏大的体质 或者很深刻的主题 但是你去真正去拍 把它拍成画面 整个呈现出来说 你发现你本来要拍的东西 一点都没呈现出来 所以其实短片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的训练的 试炼的一个场所 很适合让在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成本压力和这个技术需求之前 比较低门槛的去一直试验你想表达的东西跟执行力 是一个最好的这个练手的一个途径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锻炼 然后您也一直致力于这个扶持青年导演的这个工作 两岸的这个青年影人 他们的关注的题材 做的这个影片的内容有什么转变或创新吗 因为我教书教了40年了 就是你发现年轻导演他在创作上的时候 他都会受当代的知名的电影 或是某一种美学所影响 但我觉得沟通跟表达能力 其实是创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你不懂人不懂环境 你要去拍电影谈何容易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看年轻小孩 我常常会看他们的灵敏度 好的 然后您也一直被誉为 这个华语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幕后推手 对 然后所以您觉得 这个华语的青年导演 能够如何的更好的 这个国际电影节去接轨 我在外国求学 所以我有语言的能力 所以我能帮助大家 把这个电影的概念 传达给外国国际社会 那国际社会的 不是说你会讲英文或法文就行了 你还要懂电影 所以人家来 不管是发行商 这个贩售商 或者是评论界或学界 他要 他 你跟他沟通必须要有 相似的电影语言 我常常是在旁边帮助这些导演 在观念上头找一点跟国际接轨 找一点能够进入到比较国际的思路 那个时候我们的pressbook是做得非常精致 而且内容非常扎实 就等于你看了pressbook 你对这个电影的背景 和怎么阅读的美学都会很清楚 那这个是我独创的 我都是用 假装用访问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时在国际上发挥很大的效果 我的责任是帮这些电影推广 给最好的角度 让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嘛 对这些电影推广的方式去做